现今许多企业的生产流程已一化、自动化 但鲜少被注意到的痛点是 许多流程或作业仍使用一次性纸张 日积月累下形成大量的纸张耗用 也无法提升效率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符合使用者习惯又达到无纸化及数位化呢? 答案是 使用对环境友善、类纸的电子纸笔记本 电子纸笔记本采用电子纸作为写视频版 视觉和书写都和一般纸张很类似 电子纸产品更是全球首款荣获TUV类纸认证的产品 电子纸产品不自发光 对眼睛非常友善 即使强光下也不会有因为反光而造成难以辨识的问题 电子纸笔记本使用的软性基板 重量就跟一张后纸板差不多 即使不小心衰落 萤幕也不会碎裂 能够降低使用时的心理负担 电子纸笔记本轻薄、耐脏污 非常适合企业里的各种应用及场景 在一般工程的制造生产流程中 时常可见使用纸张做点检及记录 例如以日、周、月为单位的各种点检表或一起保养记录 传统纸本不但缺乏数位化 也耗费人力时间在文件拷贝、递送和归档上 耗费大量无成纸的成本与仓储空间 导入电子纸笔记本后 轻量类纸的使用感受就跟原本的纸张一样 点检完成后,将记录、一键上传、做线上签数 完成所有流程 藉由电子纸笔记本的导入 不但能有效优化流程、提升人员作业效率 更能减少许多纸张成本和浪费 释放储存纸张的仓储空间 大幅提升产线效率 此外,电子纸低耗电的特性 也能够帮助使用者不需实时充电 有感降低充电频率 研发工程师需定期记录 研发过程和发想 将资料重新扇打整理至电脑 再透过拍照将图档上传 耗时又重工 再导入电子纸笔记本后 无需再进行二次扇打 图像素描也可以及时云端储存 不但节省时间 后续在搜寻资料记录时 也非常便利且提高准确度 在企业永续ESG的浪潮和趋势下 企业生产及运作过程中的碳足机及节能减碳已成为重要议题 企业导入电子纸笔记本应用 不但能将繁琐的作业流程简化、数位化 更能提升人员工作效率 加强公司的资讯安全 并减少一次性纸张的使用量 节能减碳有助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能有效填补智慧工厂应用中 常被忽略的冰山一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